哈喽,电脑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很高兴啊,今天这个节课呀,老师能够和红太郎一起和大家在糖果课堂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今天是我们秋季班最后一讲的学习了,而且呀,今天我们要一起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探秘了,它呀,叫做远古神话的阿拉丁。 我们会发现,哎,一谈到远古神话,有许多的同学都觉得并不陌生了,因为在我们暑期班的最后一讲的学习当中,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已经了解了一部著作《山海经》,在《山海经》当中啊,记载了那么那么多的神话故事,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又走进了这一间故事城堡,和大家一起去分享故事了,对不对? 老师也希望我们今天这节课学习完之后,你能够把你所了解的古今中外的历史,还分享给你的家人去听一听。 好了,那么现在呀,我们还是养成好的习惯啊,你看,不复习是坏蛋,对不对? 不知道,你复习了吗?那么我们会发现咱们学习养成了复习习惯,绝对不是我在学今天这一讲的时候复习前一讲,而是呢,我会还反复的翻阅以前所学习的全部内容,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暑期班最后一讲的学习当中,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初步的了解了一下《山海经》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记得吗?它呀,是中国新秦的重要古籍,我们到了二三年级,老师就会按照按照时代的线索,再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了,对不对? 那么它呢,一共啊,分成了十八卷,为什么叫《山海经》呢? 因为呀,包括有五卷的山经和十三卷的海经,对不对?那么这个山经呀,那毫无疑问了,通过它的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是以四方的山川为纲,那么记述了许许多多的古史呀,草木呀,还有一些鸟兽呀,一些神话故事呀,等等等等。 那么海经呀,我们知道《山海经》它又有一个特别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就是它堪称于古代社会的一部,哎,这个整个的一个全世界的一样的一个地理图,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发现了,在这个里面呢,《海经》它是一部旅游、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好了,孩子们,那么我们刚才呀,整体上了解了一下《山海经》的分布,而且呢,我们还是要您记住的就是《山海经》。 那么它呀,这一部著作,其实是记载了我国神话故事最多的一部古书了。 那么刚才老师在带领大家复习暑期班的内容,你如果觉得啊,目前就都知道,老师曾经重点的讲过,详细的讲过,哎,那么你就是一个,对吧,非常棒的,非常会学习的宝贝。 那么如果完全不知道了,那么证明我发现了自己的学习漏洞了,对不对?哎,你去找到自己的,哎,这个缺陷的地方呢,我可以去及时的补救了。 那老师也说了,不复习是坏蛋,对不对?好了,孩子们,那么我们刚才呀,就首先了解了《山海经》当中,哎,这样的一些分布。 那么在这个《山经》当中,刚才我们说了,它介绍了许许多多的神兽,对不对?还记得这些神兽叫什么名字吗?这也是我们之前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它呀,哎,叫什么呢,孩子们,叫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拼音的重要性,叫谢智,对不对?哎,叫谢智,谢智呀,它为什么叫神兽呢? 那今天我们就看不到这种动物了,那那个时候啊,它是头上有一只独角,我们又称独角兽,对吧? 它有很高很高的智慧,那它呢,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个动物,其实啊,它非常的这个有头脑,它能够辨别是非曲直,能够,哎,善恶中坚,我们就会发现它,当发现这个人是恶人,是一个坚人的话,他就会用它那个独角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了,哎,开始进攻这个人,对不对? 啊,这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兽,那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也是之前老师讲过的,叫做,什么呢? 哎,叫做凤凰,对不对?哎,虽然在今天,我们好像没有见过凤凰了,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见过龙了,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他们啊,貌似都看见过这种神兽,而且我们总是今天的人们是龙的传言, 我们还学习过许多多和龙相关的成语,比如说,夜宫,好龙,对不对? 那么在咱们中国古代啊,称帝王为龙,那么称帝王的正式,正妃为凤,也就是凤的这种神兽,它在人们的心中是能够和龙相媲美的,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对不对? 而且呢,你看它有一些特点啊,就是非晨露不掩,非嫩竹不识,非亲眼无同不欺,说非常高洁的那样,那个样子,对不对? 哎呀,所以说,有同学有这样的问题,说,老师呀,故事会真有疯狂吗?我觉得老师自己没有看见过,但是我不能说没有,对不对? 虽然我们没看见过,那么可能我们总说,哎,我没有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一直渊远流传,渊远流传之金呢? 对不对?有,可能我这样直接的下定位也不太好,对不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孩子,你还可以像爸爸妈妈帮助咱们去查阅和他相关的资料,对吗? 好了,孩子们,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走进一个环节,再去认识一些小怪兽啊,我们总是奥特曼达小怪兽,对不对? 对,好了,那么这一只小怪兽啊,它也是在咱们的山海经当中出现的,我们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呀,有同学说,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讲,哇,它全身都是那个鳞,是这样的吧? 嗯,看,咱们在国内好像没有见过,而且呢,它还有那个像小兔子一样的小耳朵,对不对? 对吧,哎,我们来看一看,在山海经当中啊,因为山海经它都是古文翻译成经典的现代文它的样子啊,这种野生呢,它呀,长得就像一般的兔子,但是它却有鸟的嘴,你可以进去观察一下它的嘴,那它的眼睛啊,就像药鹰,药鹰是一种非常非常兴猛的鹰,对吧? 哎,像药鹰的眼睛,还有蛇的尾巴,我们知道那个响尾蛇,蛇的尾巴很灵敏是这样的吧,它有蛇的尾巴,它一看见人呀,就装死,它一看,它怎么有点怕人,然后一看人,马上就装死了,对不对? 好了,孩子们,那么如果你去过北美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山海经是远古神画了近千年之前的那个古书了,对不对? 其实咱们今天的北美洲,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动物的,它的名字呢,叫做囚鱼,它的名字呀,叫囚鱼,它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它出现呀,它的出现呀,就是装扎有蝗虫的征兆, 只要它在庄稼当中出现了,那毫无疑问,它要去消灭蝗虫了,那庄稼里肯定有一些蝗虫要开始这个吃粮食了,对不对? 好,那你说到这儿,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感慨呀? 你看,古人,它又不能穿越到两千年以后,而且不是中国,穿越到了北美,就看一看,原来现在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动物,叫囚鱼,对不对? 那怎么就把它写在山海经这部古书里了呢? 有许多人说,古代呀,是非常非常落后的,而且古时候的人们没有咱们今天的人们聪明,对不对? 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你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呢? 我们会发现,原来那个时候的人呀,他们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人们所不具备的特质,比如说今天的人们电子产品大家都非常熟悉,没事总玩个电话,包括玩游戏呀,玩iPad呀,玩电脑啊,对不对? 可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呢,哎,他们呢,可能在许许多多的领域上呀,非常的喜欢去,哎,去琢磨,去,去干嘛呀,封眼,对不对? 我们以前还学习过夫情刺骨的故事,那我就会感觉到,哎,是不是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预知,哎,天下的这样的能力,这样的特异功能呀,对不对? 好了,孩子们,那么一说到这儿啊,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去断言,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古人的智慧远远要超于咱们现在人的想象,对吗? 好,有朋友说,哇,这种小怪兽比较有意思,你们还想见到一种小怪兽吗?再给大家看一种啊,这种小怪兽呢,它呢,是鱼类,大家,你们猜一猜啊,这个你觉得什么样的鱼类比较特别呀? 嗯,什么样的鱼类比较特别,大家可以把视频观赏,然后呢,这个不要观赏啊,暂停,跟住之后和身边的妈,爸爸妈妈说说,你觉得什么样的鱼类是最特别的? 好,刚才有朋友说,嗯,我觉得很大很大的鱼类是特别的,对不对? 有朋友说,我觉得鱼类长翅膀呢,才叫特别呢,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山海金帮中有这样的一个,一种鱼类啊,来,这种鱼它长的什么样子呀,孩子们? 哦,你看,它的身体是鱼的身体,可是它却长了鸟一样的翅膀,对不对? 这是上古神话当中啊,这个这种动物啊,它长着鱼的身子,却有鸟的翅膀,而且它发出的声音啊,就像鸟一样的那个鸟鸣声一样, 它在哪个地方出现,就证明这个地方要出现水灾了,这种鱼类呢,叫做裸鱼,嗯,叫做裸鱼,那它的特异功能就是在哪个地方出现,哪就会有水灾了? 刚才我们学习的那个叫什么呢?哎,叫裸鱼,对不对?裸鱼在哪出现,就证明这个地方要闹,要闹蝗虫,要闹蝗灾了,是不是? 这是要闹水灾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原来山海经当中,记载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神兽, 有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竟然真的出现过,而有的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对不对? 而老师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和绝对的事,也许在2000年以后真的会有那种长翅膀的鱼类呢,对不对? 而且又有朋友说了,我觉得像今天有许多比如说鸭鱼呀,对不对?有许多的鱼类看上去也是有翅膀的呀,只是它不会在天上飞而已呀,对不对孩子们? 所以由于那个时候人们可能还不像今天已经把什么东西都研究出了一个名称去,就给它灌成这个名称,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就觉得一些普通的动物看上去奇奇怪怪的,那么就叫神兽了,你明白了吗?